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荷兰的许昌 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了准备在许昌火车站附近吃一个中餐 因为这边就是许昌火车站了 看看这边的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是怎样的 都说火车站附近吃饭比较坑啊 然后今天就看看荷兰许昌的这个地方吃饭到底贵不贵了 现在天气好冷啊 现在是温度只有 一度到两度了 许昌火车站这边还是挺繁华的 你看这都是高楼建筑群 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 它就是有一层雾笼罩着 天空不是那么的通透 给大家在这里环绕一下 它这里是一个地下通道的 如果你要过马路最好是从这里下地下通道吧 他们的公交车站台是在那边 这边是出站口 我看到那边有一些放电 看看那边的物价水平是怎样的 要衡量一个火车站到底坑不坑 或者是它的物价高不高 就要选择这种离得最近的地方 对吧 这样才有代表性 不知道这个质量和品质是怎么样的 现在许昌这边就是要做核酸检测啊 而且价格特别的贵啊 要40块钱 在郑州的话好像只要10块钱 所以如果大家要来许昌的话 你一定要提前就是做好核酸检测报告 以免出不必要的价格 他这边有一些评价超市之类的啊 你吃饭这个这瓶有炒菜吗 有炒菜没有 有有大米饭炒菜 好看一下价格怎么样 价格有有素的有肉的啊 你吃饭炒菜 好好好 我吃那快食就吃那炒 行行行 你是哪个快餐店啊 石惠 哦好好 石惠快餐店 行行行 现在没什么人呢 仪庆 找仪庆 是刚刚出来核酸检测要40块钱 有点贵了 对 其他地方都只要10块钱的感觉 等一下我还要从这边坐火车 哦 早知道我就直接在郑州下了 但是 哦 中楼要坐海盘呢 嗯 这里有那个盖椒饭啊 哦 行行行 这里有那个肉饼是吧 还有饭牛肉 哦 行行行 你这边有快餐 有有有有店 哦 哦 他这边是那个菜单的 刚刚好的大米饭 哦 行行行 哦 盖椒饭就是包括米饭是吧 哦 就是菜都是一个家 哦 那菜的面 你吃炒菜吃大米饭也行 哦 行 呃 这个是炒菜是吧 哦 那个炒菜 反正包括包括米饭吗 这个 这个不不不 米饭是两块钱 哦 米饭是两块钱 哦 好好好 你要预 你要预预肉来个烧牛肉 烧牛肉也行 呃 呃 现在有什么呢 就是树的 吃树的 我吃树的 那你来个西红柿鸡蛋 那个盖椒饭 那行了 哎呀 行吧 行行行行行 好好好 行 这边 这边他这个就在环境 还可以啊 这里有那个大米炒菜 手工水饺 手工烩面 再来等一会吧 盖椒放15块钱 我刚开始以为这个菜还是挺贵的 你这里都米饭标价挺好的 嗯 我们不会卖贵的 哦 这个挺好 贵了 人家一块菜单贵了 人家走了 是 是 15块钱 刚刚付了 非常不错 15块钱 感觉真的还是物有所值 现在尝一下他这个味道怎么样 他这个热气拍的都不是很清楚 呃 有一些 这是青椒和红椒 然后有洋葱 然后有木耳 还有西红柿 还有这个芹菜 还有这个 大蒜 种类还是挺多的 米饭 他他他这个菜的分量还是挺多的 都没吃完呢 放不过是可以加的 好刚刚的已经是在这里吃完了这个中餐 说实在的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 这个价格 15块钱吃的宝宝的 而且他那个虽然是一个蔬菜盖白饭嘛 但他的品种还是挺多的 我之前就是去年吧 我在郑州火车站的时候 我吃了一个盖椒饭 他是那个 青菜和香菇的都要22块钱的 所以说实在的 这里了 就便宜了 7块钱都是一个盖椒饭 但是他这里的炒菜的话 一个青菜也就15块 加的米饭也就17块嘛 反正就是说 至少比郑州要便宜5块钱的水平吧 很多人会说郑州它是省惠城市嘛 肯定会贵一点 但是这个这个是不一定的 火车站的消费 他与这个呃 就是你是不是省惠城市 他没关系的 你就好比长车火车站吧 他也是省惠城市 还有武汉火车站吧 他也是省惠城市 但他那里的物价水平 大部分都是10级吧 好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还是非常意外的 还是我 我满足了 因为我还是觉得比较物有所知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